为了感谢至圣先师孔子对于教育的贡献 普里镇招平工于化堂于普里镇公所 在教师节这天举办大臣至圣先师孔子诞辰师殿典礼 董事长黄坤念感谢公所的规划以及各界的参与 让整个仪式顺利圆满完成 伴于9月28孔子圣诞祭祭典 县长逐此一年 县长连续两年 然后第三年完了又第四年 县长又来主持 大概每一年都这样的轮流 那么今天非常地感谢 因为县长规划都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依办法来行事 看来今天进行都非常地顺利 整整一个小时 完成没有浪费时间 全部完成 多少年来了 今天算是比较热闹的一天 县议员陈宜君对于今年的试殿典礼也表示 整个仪式依旬鼓礼庄严隆重 也让人感受到大家对孔子的尊敬 也借此机会感谢老师对于教育的付出 那因为呢所有的这个礼仪呢都是按照古礼来进行 所以呢让参与的人呢感受到那种古时候大家对孔子的尊敬 那孔夫子呢对中国人来讲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一个老师的典范 那今天呢参与的各界里面也包括各校国中小的老师 那谢谢校长老师们这么辛苦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那现在的时代呢孩子们很多的状况 不管是身体心灵还有情绪各方面呢 其实都需要老师更多的关注 那在这里除了祝福全天下的教师 教师节快乐之外也要为你们至上最大的感谢 副委员潘一泉也借由教师节这天 感谢所有的老师对于教育的奉献付出 并且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记者陈伟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